警方近日受理多起機車竊盜及鄰鑫箱竊盜案 經調閱大量經濟 九定均為一名冠切所為 該冠切居無定所四處遊蕩 那經連日追查確認犯前藏匿住所 於29日18時期 警方復現在三重同一前兜這一代 棄貨原性犯前 並擴大清查原性犯前 犯下的七起零鑫箱竊盜案 及十起機車竊盜案 那警方一共查獲犯前所犯下的17件竊盜案 詢問後 依刑法竊盜罪 違反毒品違約防治條例等 以請新北地檢組偵辦 那原性犯前共因三案遭通緝 四處逃竄 而警方在查獲的現場 發現原險與市民的犯前 有人禁不顧防疫規定 疑似為了吸毒而群聚 違反了防疫規定 那警方一一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含請衛生局裁罰 最重將裁罰新台幣30萬元 那警方呼籲 防疫期間 治安沒有駕駛 面對嚴峻的疫情 警方責無旁貸 協助防疫工作 犯嫌別想趁著疫情作亂 警方會迅速將犯嫌逮捕歸案 接受法律最嚴厲的制裁